我们一定要坚决地杜绝错误的饭圈文化 一定要树立一个正确的态度 去对待自己喜爱的人和事物 你喜欢的人他非常的优秀 而你追逐他的正确方式 就是让自己变得更优秀 应该把追星当作是一件 能够让自己更加进步 让自己变得更好的一个行为 我之前录的有一个节目 上来的女孩子她分享的故事是 通过看我们节目 选择了自己想要学习的专业 然后想要去留学的国家什么的 我那个时候就会非常感动 你做的节目能影响他们的一些人生规划 而且是比较正向的一个方面 我觉得这样的追星 就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向 偶像就是能给你带来正确领导的人 给你自己生活带来希望的 我觉得其实所有人都有可能成为偶像 在每个行业里遇到我们敬佩的人 都会叫他偶像 他可能是体育运动员 也可能是科学家 也可能就是我的父母 我的老师 我的工学 你看到了你想要成为这个人 在为他的梦想而免疫 那么你也应该在自己的生活当中 跟着你想要追随着这个人的步伐 去过好你自己的生活 去成为你真正想要成为的 所谓追星的真正含义 极致的可 其实不是狭隘的明星 他追的就是在漫天星辰当中闪闪发药的每一个人 就是我们在这里要跟大家强调的是 我们坚决的要抵制这个不良的饭圈文化 同时提倡大家要理智的追星 那其实一个正确的偶像呢 对未成年人在他这人生道路上会起着非常积极的作用 各个工作的这个榜样的人物来说 要专注于自己的工作 专注于自己的作品和事业 这样呢才能为我们这个未成年人 系好他们人生第一颗纽扣 那么提到大家这个追星 其实当然不仅仅指的是明星 更多的是我们的国家之星 还有科学之星 那就希望大家都在自己的生活和学习中 多多努力 一起共同的成长 成为更好的自己 好不好 成为更好的自己 所以这一期很遗憾 没有人找到这个宝藏 但是呢 大家也都无限的接近真相了 所以下一期我们一起多多加油 好不好 加油加油加油 我们下期再见了 一起喊一下我们的口号 来全体起立 明侦探学院 要做就做 No.1 下期见